上次讲到体质影响病理变化 那讲到下面一点 以及影响质病的传变 传变这个概念前面在五行提到一下 传就是执病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变是寒热虚实之间的转化 那么正气怎么影响呢 我们看看 我们先把它简单化 正气族能够抵御外邪可能不发病 或是正气族邪气也很强 邪症相争剧烈可能发病 但这个发病发的是实症 由于正气族还是有抗病能力 所以假如有传变 一般传变不会说太快 因为有抵御能力 假如正气虚 正气虚可以独立成为正后 就是说没有邪气 正气少了就是虚症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正气少了 邪气进来 那几乎就是长驱直路 所以它可能发病也厉害 传变也比较快 另外一个就是通过刚才讲 上次讲的那个虫化 并邪进到人体 顺着体质而转化 但是这个转与不转 是两种力量之间的比较 一个是病师 一个是直师 另外还有一个是治疗的干预因素 至少是三种因素交缠在一起 才会决定它传与不传 或者传传得快还是传得慢 下来是指导辨证 体质跟正的关系上次提到一下 体质可以说是阴阳气血 精精的偏差 正也是阴阳气血 精精的偏差 只是正的偏差 在中医算是病理上的偏差 体质算生理上的偏差 应该怎么表达呢 比如说我今天上火了 这在中医算正 但假如我的表达是 我容易上火 但我今天没上火 那就是体质 这体质讲的是平时状态 你这个症的话 应该说症状出现 比较明显的状态 所以两者 应该说 还是背景跟前景的关系 所以前面我们讲过 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同病意志 异病同志 呼吸一下 同病意志的本质是同病意证 那么既然体质是正的背景 那么同病意证很可能就是同病意证 所以那个才是本 下来异病同志 异病同志的本质是异病同胀 异病同胀的本质的可能是异病同质 但这个不那么绝对 至少有七八成的可能 是有一个体质背景在之后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的自卫病 你注意这概念中西用起来不同 假如西医 我上次讲了三者的关系 体质 亚健康 食病 假如西医讲的自卫病 恐怕应该包括亚健康 中医讲的自卫病 假如严格按定义来看 是条体质 因为亚健康在中医已经算病 有症状 有表现 就算病 下来指导治疗 除了辩证论治 证的本质是体质 所以最好在辩证论治基础上 考虑一下体质背景 加一个辩知论治 我们看看古人怎么操作 按照古人的说法 我不讲原文 就把它例子讲出来 肥胖的人 假如你用下法 他的耐受度 说下法是通便 他的耐受度并不那么好 为什么呢 那先有概念我前面提到过 但是实际内容没讲到 肥人多痰 痰怎么来的呢 一般是阳气虚 气化功能减退 阳化气应成型 你这种是成型的东西 阳气减少了 化不了阴质 所以肥胖 以下法 上讲了 吐下之余 定无丸气 卸下太多 会把阳气耗水 那这个已经是体质禁忌了 现在麻烦了 刚好我们现代人的操作 是反过来的 肥胖人减肥 怎么减 下法 不瞎搞吗 下法完了 脾胃功能受损 脾胃功能受损 首先不能化成水骨精为人虚了 第二个不能运化水液 水瓶为潭 又肥了 原来可能是实胖 最后变成了虚胖 兽人怕什么呢 兽人怕汗法 这个容易简单 因为兽人多火 水分少 以汗法伤精 那所以假如同样感冒 你兽人开的发汗药 你不能太多 这种就是 按照不同的体质 因为那个体质刚刚讲 那个体格 也是体质的构成要素之一 还有 劳心者 劳心者的用药效果 差于劳力者 劳力者很简单的古人就说 他白天是运作的 他叫做动荡血脉 那么我们白天 劳心者干嘛呢 你动荡心神 人家动荡血脉的人 晚上就睡得好 你动荡心神的人 晚上睡不好 人家晚上 原神主事 那配合药物的调节 那是双重调节 你现在只有药物调节 你这个原神 不能配合药物调节 所以劳心者 用药效果是差于劳力者 这种也是体质背景 还有富贵的人 没事就人生路荣 有事不知道吃什么 而且他吃的都已经是上品 那我不知道救命的时候 有没有更上品 另外一个是注意一下 药物的性味 体质偏阳质 这里有的讲得对 有的是值得上去 那他说 义干寒酸寒咸寒 心润 即心温照日 苦寒沉降 这里出了个什么问题的 就苦寒沉降 你看你阳值 应该就是热底 热底应该说 整个寒粮的基调是对的 那么他这里为什么说 怕苦寒呢 你现在中药没学到 苦寒跟前面 干寒酸寒咸寒 区别在哪里的 干寒酸寒咸寒是清热不伤筋 苦味有清热作用 但是同时有造施作用 他伤筋 但是我认为这样说还是有点问题 实际上我隐隐约约感觉 他把这个偏阳值定义成了阴虚 假如是阴虚值讲得过去 阴虚是用苦寒不好 阴虚音乐少了 苦寒伤筋 但是阳值也有一种可能是阳圣 现在的九种体格 那个没有阳圣 我个人感觉应该有 为什么 你看广东人以前喝凉茶 凉茶的构成就是苦寒为主 那说明至少是有一批人 平时喝凉茶是舒服的 尽管你说现代人这种人越来越少了 不晒太阳 不劳作 但是这种人应该还是有 假如你说没有的话 那凉茶干脆关门了 我感觉现在连凉茶都跟以前不一样 你看现在的黄老级好像有两种 一种是苦的一种 不甜的 而苦的好像也不太苦 我们小时候黄老级都不叫黄老级 到凉茶店你给两分钱就一杯苦茶 就直接说苦茶 因为那个时候就凉茶大概两种 一个是黄老级 一个是五花茶 五花茶是甜的 五花茶是清湿的 黄老级是清湿 所以这里那个苦寒成这样的一个存疑 除非他把它定义为阴虚质 你说整个阳质太犯了 这个说不准 其他应该问题不大 然后偏阴质者温补益火 既苦寒泄火这个没问题 偏阴质就是寒质 寒质一般算是阳虚 阴胜的不多 注意用药剂量 这里什么你注意啊 体质不是病 所以假如你判断是一个是热底的人 我不管你什么干寒酸寒咸寒 你用的分量跟疗程应该跟致病不一样 它不是病 另外一个我感觉比较好的是用那种什么呢 药食同源的那种药物 因为你这个体质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背景 你假如要调体质应该用药时间比较久 但是你不要忙 所以这种前提是好吃 安全 没副作用 药食同源 所以这是剂量 另外一个是针灸 禁忌 调体质用针来调 不能说没有 好像应该少见 我觉得可能是推拿按摩 要旧类类的操作性更强 因为调体质经常是灌输给病人一个理念 很多东西是让他自己来做的 而不见得是医生来做 然后坚固体质特征 重视善后调理 善后就是病后 尤其是大病之后 大病之后按照中医的说法 肯定损伤症气 至于损伤的是阴阳气血 那部分 那里就辩证论知 那么这种病后调理善后 一般也是药食兼用 那比如说我大病之后伤了气 你这个病从西医角度可能好了 但伤了气那部分 可能就形成了体质背景 这个体质背景可能就潜伏下来 成为你下一次生病 发病 发展 转归的一个背景 那是上次讲的那个 类似斜播样的那个作用 指导养生 我再用举例性质 因为养生这一小节内容 在最后一章 防治原则前面有讲 就是养生的整个原则 跟一些具体的方法 所以这里用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养须值 那现在最多件的 这是养须值 喊底 那么喊底的起居 假如跟正常人比较 他应该睡眠时间 多于阴阳平和值 活动时间 少于阴阳平和值 因为你动 虽然我们说动则生阳 但是由于它阳气少了 动同时也好阳气 而睡觉的话 它是阳气内常守得住 减少了它的耗损 但是它本身动意也不够 你叫它动太懒得动 另外一个假如是运动 最好是现在所讲的 最好是在现在这种阳光下运动 你那个低温气候 什么潮湿气候你别来 我不管你什么季节 最好是春夏 假如做不到春夏 最好是有阳光的 而且在阳光下 你直接就吸收了太阳 这种是饮食 饮食 吃温热 少吃寒凉 就是只能给它一个谱 当然假如作为一个个体体质调整方案 最好能给到人家 比如哪些食物能吃 哪些不能吃 常用什么忠诚药 哪些忠诚药不能用 然后自我保健 常用哪些穴位 那这样可能就差不多是到位 劳逸 那个劳逸其实刚才讲 不适合过劳 但是也不能太过安逸 为什么呢 你太过安逸的话 阳气少了 你本来就不动 气化功能减退 容易形成定理产 感谢观看